大家好,上次我拍了10抽,不是10抽,8抽之後 有說過有抽到5星的法師,有可能會想再抽來突破它 我看到有95顆石,之前說的電金術士合作應該未有久會出的 所以我也是覺得趁現在有機會可以繼續抽這隻近戰法師,又適合我的法師隊用的話 應該也是要放手一招,所以再抽10抽給大家看 看看這個機率是否真的跟巴赫大家說的一樣高 好吧,事不宜遲 第一抽 其實C.C.C.的角色抽蛋方面有10抽,一下按下去就不錯 因為一抽抽,真的比較麻煩 它反而友情抽中就有10抽抽 但用精靈石抽的話就是要逐次的 我手機的手機,現在打到差不多2-3日,沒有2倍了,所以比較用力 頭兩次都是銀卡 快點出多一張五星的法師,一中我就不抽了 不過一次也好過沒有,我猜真的沒什麼機會 除了我這麼大的打架 咦,有機會! 咦,中了!第三次就中了 那是否應該金盆洗手呢? 拍片的好處是可以幫大家測試抽卡的機率 如果計算上次的8抽,11抽中已經有兩張五星 所以其實這個合作真的可以搭配 如果大家有多餘的精靈石,又有喜歡的角色,可以抽一抽 那我突破它吧 那應該...可能再隔兩三日,我又再抽一次 再拍片 一突破之後,我猜7,220公 我覺得這隻很不錯 因為它是用突破的武器,我有一把槍可以加防禦力 而且它如果同時兩個人攻擊的話 打一隻怪的話,又會自己加傷害 而且每個Wave裡面,它又會自己加二龍出動和攻擊力 所以這隻其實是不錯的炭 我覺得是不錯的 而且如果...如果... 令到黑暗了... 令到敵人黑暗了之後 敵人的攻擊力再減少 其實很適合造坦,所以我還是想繼續抽他 那下次再抽吧 因為我覺得... 中一次五星,應該沒有機會可以再抽 好,這次是這裡 多謝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追蹤我 按個讚吧 謝謝,再見 Bye